三大根本天敌 二 地藏菩萨本愿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刚强 难化众生 什么叫刚强 难化 就是他坚决跟着妄想走 一定跟着感觉跑 冲动有理 他能讲出了一大堆的 所以说他就是刚强 他就难化 记住了 妄想感觉冲动 那是什么呢 那是诸佛的敌人 那是一介众生的敌人 你跟着妄想感觉冲动跑的时候 你想一想 一再好的朋友 久了 他也接受不了 除非是那种大忍辱的菩萨 要不然的话 谁也接受不了 都会弃你而去 我们经常这样思维 考虑 妄想真在帮我们吗 我们看看医院的病人 他从来没想过我得病 我住院去 但是他照样得病 人人都想发财 无数的人想一想不到 既然叫做妄想 他是虚妄的想象 无意义的 为什么我们还要信他呢 感觉 吃疼是甜的感觉 吃黄莲是苦的感觉 这个感觉真有多少意义呢 真有意义吗 则戏举观 再说冲动 人冲动来的时候 顺手就要揍 顺口就要说 其结果又能怎么样呢 无非自己造了业 自己将来受报 所以说 这三种东西 时时刻刻都在害我们